setfire就是长个样子的 Lesson 2 需要一对一 最好是在48个小时里面 就要proceed到这一点 怎么要在48个小时里面 basic course有学到吗 因为他是注意催落也是注意 什么啦 兴奋 所以你要在48个小时里面改正他 如果超过72个小时可以吗 上线会骂你吗 不会的 可是如果你问我标准是几小时 48个小时里面最好 千万不要讲 上线讲48个小时里面你一定要出来 这样你又有冲突啊 懂吗 做人要flexy 所以5.1 就是最重要的 Lesson 2 是我们教不到的东西了 这个是要很flexy很flexy的 有可能一来 他会做5.2先 有可能一来 他会做5.3先 有可能一来 你不知道做什么 你就做5.1先 flexy 有可能5.1也不是做一次不了 你要做4 5 6 7 8 4 是吧 如果你有Lesson 2的那个概念的话 如果你没有概念 他也没有概念的话 你就从上面做到下面去 懂吗 我每次去meet人家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他讲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你有什么东西要问我吗 如果他问很多东西 如果他问关于demo的东西 我是不是必须要 sip个5.3才跟他 跟他 proceed 去basic的demo 是不是要这样子 还是我说一下 不能了 我们sop5.1 是要follow up你的problem前 sorry 等下再给你讲 你要flexy了 在那边 step 1 2 3 4 你可以这样子下 可是来到这边 你要弄弄跳 你要看你的analyze 那个skill ok 所以如果我问他 他讲 你freeze out 我没有问题 你先讲 你不讲我没有问题 你就先讲 所以我就从5.1 去到5.4 懂吗 所以他讲没有问题了吗 这样我就5.1 就不需要先做咯 这样我就做5.2 给他round咯 对吗 然后再做product demo product demo就是很多问题的 真的没 真的没 这么那个黑黑的人 变白白的 不是白白是因为水是通明的 不是白色 他长姿势了 原来水是没有颜色的 你们知道水不是白色的吗 知道吗 我开始不知道了 我以为水是白色的 原来不是白色 是透明的 所以有可能下一次 这边close it sign up close it again 如果还没有sign up 这边用提醒了 你多一次 又再sign up 如果他再不要的话 也不要避他 不要问超过 三次 不要的话不用停 下一次 总有一次等到你 懂吗 关财劳的精神懂吗 ok啦 然后下一次有可能又再去5.1了 又再去5.1了 5.1 有可能下一次就会讲 你们到底marketing plan 怎样算了啊 是不是proceed 5.1了的 如果真是没有问题了 过后 你就去5.4 通常第一让我去5.4先 问他 5.4就是定位 这个很多人都是 忽略的东西 什么叫定位 你可以跟他讲 我的本身定位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不知道 怎样定位 也不会怎样问的话 你直接给他build the list 懂吧 已经完了过后 brother demo了过后 他没有问题了过后 没问题啊 没问题 直接给他build the list 这张build the list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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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没有问题的话 他看了ok的话 你觉得他是builder还是customer 他是builder 如果你塞进去 他讲啊 这什么itle 这是builder 没有讲我要做啊 我要先用产品 他是 user 这样子定位 但是你不会 如果你真的是会拿捏到的话 我是这样子 我是刚才讲customer 应该要做的东西 builder应该要做的东西 customer只是 自用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需要去building 不需要去学习东西的 你要来也可以 可是你不需要找人 不需要卖产品的 这是customer 然后builder是 你必须要去meeting 你必须要用市场上的东西 而不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需要找人 你需要分享产品的 你要哪一个 他就跟他讲 我不要先找人的 可是我在学基金 我当customer先啦 你觉得他是customer吗 不是 不是customer 这样子也算builder 你要发展 可是你先不要进市场 也叫builder 懂吧 因为你要学东西 所以他知道他是builder 是不是 然后你再给他builder list 是不是你收到哪去了 click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学问 你们要一直做 一直做 你就可以了 next do step 6 include 大家已经讲了 how to position 所以 如果你 我们这边标准的语言是 如果他是customer的话 如果你定位为他是customer的话 你要对他讲的话 80%是 常体 就是demo promotion service product event 80%属于这个花 20%是属于 生意 跟价值 怎么要讲20%是价值跟生意 因为你要turn他去 builder 不要100% customer 100%都讲products 没有用的 你要讲一点点20%的东西 其实啊 你的artisting 你帮人家 然后一点点revid 你知道吗 有分数的 然后怎样拍视频看 怎样 真的吗 怎样算 你又可以跟他讲 市场需要多意思 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 所以定位为customer的话 几%要讲产品 80 20%讲 生意 明白吗 Full up closing product week 这个是 我觉得大家都很给 这个 这是我的方法啦 我要讲prose 诶我现在去MHL嘛 我要帮你拿什么嘛 这是我通常用的 我通常用的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方法 就自己用你自己的 都ok 明白吗 这就是step 5 所以你要想尽方法 从 从一个人做到step 6 明白吗 好像你 Ninvix invite OPP step 4 step 5 如果你能进到step 6的话 然后你就多一个builder出来 怎么样 懂吗 全部你的GPS一定要到step 6 不要卡在step 3 不要卡在step 4 也不要卡在step 5 一定要go ahead 到step 6 有的人会到step 4 step 5就卡 我理解 如果你做到完 他再不出来的话 ok 你就当然了 因为你全力以赴 可是如果你全力以赴 全部人的话 是不是有的人 可能能go到step 6的 能给到他build the list的 对不对 人给到他build the list的 你builder就出来 所以你就有一个direction了 每一个人 你都要做到 step 3 step 6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step 6 可是你要尽全力 做完这个全部步骤 这样你就有direction 没有吗 ok next 因为刚才讲啊 有的人是要从product那边拿 新鲜的 instead of marketing plan 有的try 哦不错哦 然后你跟我讲他的marketing plan first啦 所以定位很重要 如果他是customer first 你就跟他讲customer的化先 在20%讲产品 如果他是customer 你就80%讲builder的话 他会反感 所以that's why有的人就是 confidence true product first 就好像我们所谓的petergong 如果你有听过petergong的故事的话 diamond petergong 如果不懂的话 不用解释 他是supply给很多好料cosmetic company的 supplying 给很多很好料的cosmetic products cosmetic的company 还有三件factory ok 在座每一个位也是有几个人 也是try production下来做builder 对不对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全部不一样的东西 ok啊 next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 好 next 那已经有一次到现在 过来自项 便宜 这个